这是一个因铁路而生的城市 时至今日仍然因此而繁荣 这些火车就如同长龙 承载着无数人和故事腾飞远方 最近耳滨的旅游火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耳滨人 我想说我太骄傲了 谢谢你们喜欢我的家 就是以前大家一提到耳滨的第一印象 就是冰雪 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的是 耳滨不只有冰雪 其实耳滨还有很多称号 音乐之城 东亚文化之都 中国十家冰雪旅游城市 东方小巴黎 东方莫斯科 这样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很多影视作品都曾在这里取景 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 就是游览景观 这里的每一栋建筑它都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故事 正好呢 比亚迪新年有一个活动叫寻龙启示 然后他派出的这个寻猎大使 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宋 L 它就是一个猎装车 天生的有一个这种好的姿态 再加上比亚迪它的设计语言 就是这种龙眼 它的龙睛的大灯 3D的龙须 还有一个龙牙的设计 就前脸看上去 奶胸奶胸的龙动起来 哪里最吸引人 就是龙脊 在这辆车上 A柱B柱都是隐藏起来的 它其实就很像龙脊一样 很光滑 很亮眼 还有就是我们看啊 车尾它有一个自动的一个尾翼 我觉得它很像是神龙百尾的那种感觉 龙颜龙年 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们一会儿开着车 去寻找尔滨的另一年 大家都知道尔滨冷 但是我觉得冷有一个好处 就是大家会感觉这个年特别的长 像我们这边一般出了2月2 才算是出了这个大年 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龙年大吉 龙腾四海 走咱们现在就出发啊 你好小迪 来了 打开方法盘加热 打开作品加热 把天幕调暗 打开香氛 没问题 已打开 作品加热已开启 天幕亮度已经是最暗了 香氛已打开 好 我们收拾一下 马上出发 你现在能闻到 就这个味道 它是柑橘味的 很多同学都想说你们东北冰天雪地的怎么开车呀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边一部分的人会换雪地台 一部分的人不会换雪地台 虽然那边都是雪 但是你看啊 咱的淡把路上啊 基本上积雪都能够及时的清理 但是呢 你保不齐啊 说车会卷着一些 就是有一些小碎冰啊 小的这种 就是一过 有一个小颠簸的这种东西 但是这台车它有一个云碾塞 就它能够给你缓冲掉这些颠簸 就让你在车里边比较平稳 还有一个就是咱这个是一个前窄后宽的一个胎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 它是强调操控的 我觉得它在雪地里边 其实你能够觉得说 它好像就是接触地面的这一块 能够更多一点 扒的能够更老一点 还有就是万一万一你不放心 那你就换雪地模式 而且它的一平台320 还有一个i-tech的一个智能扭矩分配系统 就是它能够比如说啊 我检测你的转向 你的电门 你的刹车 包括你轮胎的这些细小的一些情况 检测到了 万一那个轮失去抓地力 一下就把动力分配给了其他的车轮 所以我觉得来这个场景还是挺合适的 然后它不是C2B的一个底牌一体化吗 其实放在车里边 你就理解成说 它除了是个能量件 它本身也是车身的一部分 咱们现在车里边三个人 你就感觉说 这个车它比其他的电车 对空间的侵占明显小 咱们到了 先去吃个饭 来哈尔滨 鸽餐是一定要吃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家呢 就是路西亚西餐厅 我知道很多人会想到华梅 是的 就是华梅其实它是那种公家的店 但是这一家店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有故事的店 就是它是符合那个年代的 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啊 这边花盆 那边的照片都有一位妮娜女士 就是她等于是现在店家的 她的姥姥 就是她就是当年的鹅桥 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吃到的这些东西呢 也都是很地道的 也是有味道的 再有就是这一家店 它也是著名的悬崖的取景地 悬崖第二集的时候 就是在这里拍的 大家通常要是吃西餐的话 可能吃义式的或者吃法式的比较多 咱们今天说说啊 俄式 咱点点什么 首先第一道 汤一定要点的就是红菜汤 红菜汤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 在家里边妈妈也都会给我们做 这里边都有什么 就是胡萝卜土豆牛肉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卷心菜 这个汤喝起来酸酸的 然后你通常呢 就要配这样的一份面包 但是今天呢 它配的是吐司 其实我觉得正常应该配脸吧 就是比这个吐司 再粗糙一点的这种面包 硬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 就是北京 要大家就是看那些老末 那个年代那些片子 俄餐一定要吃什么 罐牛 罐羊和罐虾 是的 这也是它很重要的一道餐 然后在这家餐厅里面呢 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叫油煎包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里边也是有馅儿的 给大家掰开看看 它其实也是拿鸡蛋 拿黄油 然后里边有牛肉粒 你看 它其实跟我们心跳的包子 其实挺像的 如果你吃这些东西 你感觉腻了 那就来一份酸黄管 其实以前都是NFC钥匙 现在都UWB了 就你不用贴那一下 它又可以五感解锁 靠近就行 然后像我们女生啊 就是东西多 尤其是开车 你要换瓶点鞋 前面相比后面相方便 你好小迪 在呢 把屏幕转过来 好 导航区老汇堂音乐厅 第一个 然后这块也可以把你的仪表 整个切成一个全景地图 咱们现在吃饱了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吃饱饭之后 人的专注力明显会差一点点饭困 你可以用一下家人服装 偷会懒 然后你现在把它打开之后 就是它自己在开 这个油门啊 刹车啊这些 你就不用管它了 而且零到一百五摊都可以用 它也能够主动变道 还有就是它不是有HOD吗 如果你设好了一些导航 然后包括它一些 就是ADAS的一些信息 它也都能够投射到前边 挺盛事的 在百年的建筑里 听一场音乐会 才能真正感受到音乐之都的魅力 这里是老会堂音乐厅 建于1909年 这儿曾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会堂 后来当过医院 当过招待所 也当过青年旅社 还有在年轻人当中 颇有名望的傲怪咖啡馆 也曾开在这儿 以前我回哈尔滨的时候 也就是经常约朋友 到这儿来坐一坐 就慢慢地聊天 我觉得那时候 好像有一天48小时可以用 但大家来这儿不是为了回忆 是因为汤文言的黄金时代 和小宋家版的萧红 都是在这儿拍的 就是我旁边的这扇窗 所以想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然后如果你来哈尔滨的话 可以到这儿来坐坐 这是免费参观的 因为这个地方 它现在已经不是咖啡厅了 它被政府修缮 变成了音乐厅 如果你要是喜欢音乐的话 里边还有一大片的场地 可以让你来享受一下 在老房子里听音乐的 不一样的感觉 百年建筑马迪尔宾馆 悬崖之上张艺和秦海路的孩子们 就是在这附近流浪 它曾是东北亚地区最繁华的旅馆 各路山谷富豪云集 看着窗子 阳台 裙顶 仿佛都能够看到当时的辉煌 流畅的设计带来自然而然的豪华感 从古至今 逐渐将新 这就是剧里边很有名的318房 当时顾丘妍要给郭曼留口信 画了一个十字的信封 就是这间房 记得吗 而且这个上面写了就是徐飞鸿先生曾经在此下台过 这是真实的世界 剧里面是剧里面的世界 始建于1900年停用于2014年的松花江铁路桥 同样是一座百年地标 本地人叫它老江桥 当年投入使用时可以一边过火车 一边走行人 是过江的唯一通道 与前面那些相比 2016年建成的哈尔滨大剧院 这份现代与自然交融下的流动的美丽 实在是令人惊艳 白色的曲名刚才 好似雪山起伏 墨色的棱角玻璃 代表着冰魂素婆 登上去 可以俯瞰周边的湿地 它环抱着每一个人 环抱着这片大地 一言不发 默默守护 哈尔滨的开放包容 令它从围绕铁路的小葱庄 逐步变成了东北地区的工业重镇 东北人骨子里的热情 淳朴的来源是有迹可循的 那是当年仙辈们抛头颅洒热血 建设家园的一腔吃成 去年有一部很火的悬疑剧 叫漫长的季节 那个里面的范围 他看着曾经热情 充满希望的自己坐着火车 离自己越来越远 然后他对另一个自己喊说 往前看 别回头 今天也要把这句话 在新年里面送给大家 我们可以选择不忘记过去 但是不忘记 回顾是为了我们更好地向前 你看前方一片璀璨 所以往前看 别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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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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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catch that The back of the game I'm trying to stay outside I'm trying to stay outside